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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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零四零八潜伏组 这会不会是 换装计划的落网之余呢 不可能 换装计划 只有三个潜伏组 根本没有零四零八组 你肯定 总之我在上海看到换装计划文本时 没有提到零四零八 这零四零八会不会是台湾方面故意迷惑我们的 我们做得很小心 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张乔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零四零八 零四零八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呢 据我分析 有两种情况 第一 这个零四零八组根本就不存在 另一种 刘高豪同学 我以性命担保 我以前跟你说的换装计划的情况全是真实的 我没有向你隐瞒半个字 这零四零八组 我从不也 坐下 另一种可能连你都不会想到 你被捕根本就是他们设立一个局 那毛仁凤 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三个潜伏组的情况呢 他是不意的 你是毛仁凤手里的弃子 你的作用就是被零四零八潜伏组提供时间和空间 同龄同学 继续紧盯张乔治这条线 每一封电报的每一个字都要仔细地揣摩 那些有价值的情报 也许就在那些不经意的细节上 王处长 王处长 这是李志的战友 他有事找您 王处长 王处长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这是李志同志的阵亡通知书 明天还有一份秘书 是战役开始之前的计划 我俩有个约定 如果谁牺牲另外一个就 李志同志是个孤儿 他让我把信息交回去 谢谢你 谢谢你 同志 小李 带这个同志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 嬴香 这一次 我就不称呼你为同志了 请你原谅我 我是多么想在你面前 这样喊你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尽到了革命军人的职责 为保卫新中国而牺牲了 我记得你说过 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 它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卫 保卫新保证 对过老公知道 大家今天都来看他 牵挂着他 他一定会很欣慰 新手 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政府领导抓捕我 让我在公园里上班 我喜欢我的工作 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孩子 我喜欢看孩子的项链 我和老公的孩子 没能等到胜利的这么一天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千千万万的孩子等到了 我看见那些小孩子们 在公园里玩耍 跳绳 我对自己说 这里头有老红的一份功劳 有我孩子的一份苦楚 我们替大家把苦难受了 更多的人就会幸福 这一切很值得 就像是他这样 他就叫我 他就说 他们都要跟他有 船链 一切很值得 给你放心吧 我亲爱的郝公志们 说句心里话 在这一刻 我真希望能长出一堆翅膀 飞到朝鲜 飞到你们根亲 向你们表达出 我对你们忠心的爱戴 我爱你们 整个祖国的人民都爱你们 爱你们对祖国的忠 对人民的义 对全人类和平事业 所做的高贵的贡献 谁能忘记你们的国际 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 脚动肿了 鞋子穿不上 他索性不穿鞋 用烂棉花包着脚 有破布裹着脚 咬着牙一瘸一管地 跟着部队走 指导员见他头都不信 叫他回来 可他怎么也不肯 还说 我的脚后根是长在后里 不是长在前面 我只知道往前走 不知道往后退 我也见过另一个战士 挂花地躺在丹架上 他是一个反坦克英雄 在敌人的坦克冲上来时 他一步不退 迎着坦克站起来 认出一束手榴弹 但是 坦克炸坏了 他也受伤了 事后 他对人说 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背后 要是坦克冲过去了 就撵到我祖国身上去 我怎么能 我怎么能 让坦克冲到我的背后去吗 我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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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